接下來就由我來完成它 其實做法也很簡單 然後中間進來 下面有一些剛剛它在煎肉丸的這些 其實也沒有關係 也好 因為多了一些增加了香味出來 油飼料我覺得再稍微多一點 既然是做一點偏韓式 這個油就不要浪費 可以放進來 也比較香 你在煎炒的過程上你看 滾滾滾滾滾有沒有 它就掉了 這個也是很多時候 大家覺得說是夾鍋 但其實它也是另外一種 增加風味的方式 只要不要膠就好 蒜頭筋 現在就是進成了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都把它堆上來 有沒有 現在越來越乾淨了有沒有 下面這邊 因為水分進來之後 邊炒邊乾淨 這個一般在我們做西餐的話 煮醬汁 哪來常常用啊 這個步驟叫Digles 你什麼 Digles Digles 對 泡菜進去 還有辣椒喔 辣椒我覺得稍微晚一點放 好的 因為太早放 它會酷是不是 太辣 不是 太辣它們就不吃 因為辣椒樹一旦炒 炒這個 加熱之後辣椒樹就出來了 其實花椰菜你也可以 都在這裡 把它放進去 好 丸子也可以 好的 這樣的話就很豐盛了 對 油把它淋進去 那個油好 好 然後這個是黃椒 紅椒進來 好 好 好 辣 這個時候進來 好 韓國辣醬來一匙 是 兩匙好了 味道比較瘦 是 兩個兩匙 好 夠了嗎 夠了 錯錯有余 好 好 接下來應該是這個吧 好 泡菜之進來 鮮肉 牛肉 好 非常好 因為牛小排很耐打 所以這個地方希望牛小排可以稍微 燉煮一下 煮一下 好 好 像在煮這個啊 嗯 因為麵跟那個醬汁是分開的 對 如果一般他們家裡在煮的話 你覺得要怎麼建議他們 讓這個液體的量跟麵 是等一下最後和起來是剛剛好 我待會兒會放起司進去 那這盤菜做完之後 它會有一點點的水分 好生起司 我不要那麼乾 所以我起司的時候 我灑上去的時候 它其實在烤的時候就會融進去 嗯 那 最主要大家很多人在做義大利麵的時候 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你在吃的時候 醬汁剛剛是很香 可是咬到快來醬汁不見 嗯 只是它麵的味道 那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煮麵的時候 鹽巴要下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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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它麵吃起來是有味道的 對 然後它的醬汁就會 從頭到尾會在一起 嗯 沒有一個認真試菜的師傅 師傅不是一個真師傅 可以喔 可以再鹹一點 因為待會兒還要再放鮮奶油 對不對 嗯 再鹹一點 好 我吃到麵 老闆菜 可以喔 這邊先來一點點的 其實是 讓它醬汁稍微濃稠一點 嗯 漂亮喔 看這邊有點乾 嗯 它就是一個趴屁褲的感覺 對 過癮 好 進去挑下去 欸 你覺得啊 你覺得啊 要不要打幾顆蛋在上面 好 好 好 這個是一個嘛對不對 是 估計大概是十分鐘就好了 十分鐘 好不好 十分鐘 驚喜就來了 好 副莊妳覺得 副莊妳覺得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好 來 這是我們兩個帶來的 嗯 好不好 來 喔喔喔喔 滾出來 滾出來 我給妳這顆蛋 好 好 好不好 老闆妳不要出那個怪聲音頭 來 謝謝 這裡面喔 圓圓的丸子啊 老闆娘說本來是我們明天早晚的早餐 哈哈哈哈 麵手一道菜 對 好 試試看 試試看 嗯 可以吧 哇 後面的蛋真的加得太正 是喔 嗯 我覺得還很搭喔 嗯 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在錄影啊 總是要有人講話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太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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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吧 喔 裡面我們放了四根炒天椒 對 那我怕不夠辣 或者在家裡面很多人不太敢吃辣人 其實你只要把起司跟鮮奶油 尤其是敢中或是奶油也可以 它就會把它醬下去 剩一點白奶油都好 嗯 真的 老闆娘 妳要說話啊 很好吃 很好吃喔 裡面完整大家會少一顆喔 應該沒完整 不知道我們就用完整 沒有完整 沒有完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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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